陶泽六日在台北举办出道20周年派对 砸下700万台币 邀800位歌迷同欢 小16岁老婆江沛荣与岳父岳母都到场支持 陶泽下午先接受媒体联访 她说老婆从小就听她的歌 但爆料老婆不是我的铁粉 她喜欢杰伦 丽红 也笑说 所以我不是靠音乐把她 是靠自然的相处 陶泽与江沛荣结婚三年 但江沛荣肚皮始终未传出好消息 陶泽维持一贯回答 这段时间都有在努力 不要造成彼此压力 有了就有了 她希望未来能生三个小孩 感性表示 我年纪比较大 希望小孩能好好照顾她 孝顺她 陶泽从幕后走到幕前 回音上的第一个通告 就是综艺大哥张飞的龙兄虎弟 当时她的爸爸陶大伟还坐在台下观看 她表演阿卡贝拉家饶舌版望春风 结果机器鼓掌大出锤 她紧张满头大汗 笑说 我把歌词写在手掌上 结果我口水喷到手上就融化了 完全看不到歌词 这让她觉得超球 太榜烈了 太扯了 快点 不在乎 她说 真人 你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